练习跆拳道 练习跆拳道已经有十多年之久了 我从小体质不佳 所以在父亲的鼓励下开始接触跆拳道 并且在这条道路上越行越远了 最后在法国成为了一名跆拳道教练 我记得第一次在法国比赛的时候 被一名法国选手一脚踢中了头部 当时一下子就懵了 由于他们体能的优势 可以不用做过多的技术闪躲 和进而进行更多的密集进攻 但是中国的技术 闪躲型打法就很难占上风 这让我很快意识到 在这边想要赢得比赛 必须在体能的训练上多下攻击 我算是在巴黎郊区的公园市外起家的吧 那时候领着学生们练跆拳道风雨无阻的 每天来回在路上就要花掉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有一些人看上到说你这个坚持不下去呢 但我年轻任性嘛 加上我跟我的学生们又不离不弃这样 所以最终让我在法国成为了第一个 创立自己正规的跆拳道俱乐部 我以前其实没有想到 会在法国做一名跆拳道职业教练啊 首先这个法语和韩语的专业词汇都不是我的母语 需要狠下功夫才能突破语言方面的障碍 有些时候如果这些语言都很技巧 那些语言都不是我的语言 其次就是若想以这个东西为主业的话 必须经过层层考核 光是这个黑带的认证 就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因此在法国大约只有5%的教练 拥有跆拳道的职业执招 剩下的大多是志愿者和爱好者 法国法律有规定 协会的俱乐部不可以做私营 教练也不可以直接管理账模 这也是当初我需要一个法国的合伙人的原因 而且大量的法文行政程序 对于当时的我来讲也是非常的棘手 我的法国合作合伙人帮了我很多的忙 但是后期也有一些精灵策略方面的分歧 他对俱乐部的人数和规模 以及比赛成绩是比较重视的 但是我更愿意达到一定规模之后 从而限制学生的数量 提高教学质量 加强俱乐部的这种核心凝聚力 我不想看到开学期开始的时候爆满 但是几个月之后教师就空了的这种情况 在俱乐部初期命运的方面 由于语言和文化的理解能力有差距 经常会造成一些误会和摩擦 前几天在学校跆拳道课 那些法国小孩都很随意的 不敬礼就进场馆 腰带拿在手里面玩 披在肩上就直接这样进来 站个队就花掉十几分钟时间 还是歪歪扭扭的 动来动去 一说他们 他们就会说我们在法国 没有权利这样说我们 校长也会来投诉 尤其是家长 法国家长跟中国这个 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这个我也没办法说什么 有时挺无奈的 我很想在法国的部长上 传播一些东亚的武道文化 讲究武道的礼仪和精神修为 这比如说对道场的致敬啊 讲究服装整齐 对教练的和高色带有些尊重 和一些服从等等 但这一些在他们看来都不是那么重要 甚至觉得有些形式化吧 法国教练带出来的就比较偏重于 这是一项体育运动竞技的成分比较多 但是我觉得亚洲老师 他更把他看着一种武道 一种修炼 一种修炼 我印象当时 我们有更多的意识 业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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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很重视这些基础建设 有些学生们出去玩 每次都挺开心的 我也很喜欢和他们在一起 这样我觉得挺充实快的 这也是我坚持在法国坚持下来的一些原因之一 感谢大家